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讲的邓丽君的爱国情节 对 他非常希望大陆的同胞能像他一样享受到民主自由 更能在自由的环境下实现自己的梦想 没错 他为了鼓励大陆同胞追求民主自由 誓言大陆实现民主之前将永不踏入大陆 是啊 邓丽君的大气还体现在他可以把中国传统的古诗词 用他那柔美的歌声完美的演绎出来 是吗 那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但是在1983年的时候 邓丽君参与策划了《淡淡幽情》这张专辑 邓丽君用歌声细腻地诠释了中华五千年的悠久文明 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这近百年来的中外歌声中 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荣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故事 他在整个的制作过程中非常的严谨细致 他对每一首歌都进行了品评和赏息 《庄纪》里的十二首歌都选自古词名作 都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 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 由邓丽君用他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 显得格外的典雅 专重 温柔 有多情 很有古典的芬芳 他为什么要唱用古诗词作的歌呢 这个呢 跟他的成长环境很有关系 邓丽君生长在台湾 战后的台湾 非常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邓丽君从小就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是啊 哎 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其实邓丽君的外形真的有一种古典的美 是啊 正因为邓丽君的古典美 与《淡淡幽情》里的古诗古音的歌曲 巧慢的结合在一起 使这张《国语游行乐坛》迄今为止 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古典专辑 很快的就成为了白金唱片 邓丽君在《淡淡幽情》里给每一首歌都这么介绍 人们在欣赏邓丽君歌声的时候 仿佛就像穿越时空一样 感同身受的体验与邓丽君的心灵重逢 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冬夜 妈妈常常会教我们谈古人的诗句 我又贪玩 念了半天不记不住 时间已久 印象就更模糊了 成长以后 特别是在海外的这段日子 偶尔翻阅 唐诗 诵词 感觉竟然完全不一样了 好像通过时光隧道 进入了古人的内心世界 人生 家国 相处 亲情 友情 爱情 都鲜活的在眼前出现 自己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我能不能够与苏东坡 与后主合作 唱出一些可以代表我们民族的声音呢 作为一名歌者 我能不能够也为传统文化 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在艺术的回廊里 留下几部脚印呢 所以 今天一连串的歌 也是我一个梦想的实现 因为我可以得意地告诉您 我邀请到的作词家 都是千百年来 最了不起的顶尖高手 有时候 唱着唱着 我会觉得好像 不是在唱歌 而是在倾诉古老 庄严 而且多情的中国 我更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几首歌 大家都来学这几首歌 让一千万平方公里秋海堂上的繁华 与五千年文化的金金宝玉 借着歌声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在歌声中 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快乐 悲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独善西楼》是被誉为千古瓷地的南唐后主李玉作词 著名作曲家林家春作曲 歌词出自于李玉著名的《湘建荒无言独善西楼》 自他名为《湘建荒》 可是永的却是离别仇 这是身为帝王的李玉被求于宋国的时候写的 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 所以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追星创统 是 从邓宇君的歌声中能感受出来 李玉从昔日唯我独尊的天子 成了阶下求徒 他备受屈辱 便利愁苦 心头淤积的是资 是苦 是悔 还是恨 他自己都很难说清 如果是平常人倒可以嚎啕倾诉 可是李玉却不能 他是亡国之君 即使有满腹愁苦 也无人倾诉 只能无言独上西楼 也望残月如沟 无同清秋 把心头的悲伤 哀愁 痛苦 悔恨 强压在心底 可是这种无言的哀伤 却比过痛哭流涕 更为悲痛 宋朝的苏世 是中国文学史上 无人能比的全能作家 虽然他的一生 总是遇到忧患失忆 对现实社会 总是充满着 无可奈何的不平 但是却永远保持着 乐观 豪迈的精神 和一颗赤子之心 他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 把宋慈开拓出一个 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当他从杭州 调往青岛的附近 蜜州 做太守的时候 妻子刚刚过世 与弟弟又阔别无载 自己在政治上 载福载臣 在个中秋佳节 敢于世事无常 人生的多变化 不免喝得丁鸣大醉 写下了这首 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 虽然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缘缺 但是痴情的世人 因为基于对生命的 从敬与热爱 人在默默地助导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在秋天的晚上 当我们羊首昊月当空 好像会听到 东坡居士九百年前的醉意 若有若无地 从广寒宫里 隐隐地传过来 明月几时有 花旧闻晴天 不知天生过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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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无能清明 他死在人间 这首 但愿人长久 有许多歌星都翻唱过 邓石汉腔 从这首舞曲里 缓缓地倒出了 邓米君的独到之处 演唱过程 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了 邓米君歌曲演唱的 旷世才华 邓米君确实演绎得恰到好处 杨子江是中国的母亲 从八沿克拉山西路 奔腾而下 灌溉了卧野千里 孕育了世界上 最灿烂的辉煌文化 在这条大江之旁 出生了多少烈士豪侠 才子佳人 上演过无数 可歌可泣 哀怨动人的故事 这首词的作者 李芝吟 他是宋朝 近世出身 但是官运不佳 屡次遭到贬低的命运 所以一生 都在颠沛流离之中 读过 尝尽了人间 离乡背景的滋味 这首词 就是他在 中年流落他乡时 因思念妻子而作 以朴素的文具 写出 离别的哀怨与伤感 而长江 就是两地相似的唯一 凭借 虽然 悟患心仪 小儿女的形体 早已化回尘土 反骨了 苍茫的大地 但是 李芝吟那一份 明星的思念 将如江水般 滔滔不绝 超越时间与空间 世世代代地 伴随着 生生不息的中国人 永远地 存活于大家的心中 我住长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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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长江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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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君 无间 君 故隐 长江水 你 此水 即是 小 你 此恨何事 你 知 君 幸福 心 定不 我 想 此意 你 此 才即是 小 你 从恨何事 你 只愿 就 幸福 心 定不 和 相思 你 邓李军的这首《思君》 仿佛意味深长 千年前的一段情思 邓李军全行投入 唱出了自己的相思与哀愁 也唱出了对你我他的思念 让我们不禁也思君了 是啊 邓李军的淡淡幽情 带着人们穿越时空 往返在古语今的梦幻中 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一代歌后邓李军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了 观看 汇bat 知世诞 课